這個地方啊 這裡面的麵非常棒 麵 對 客家人你平常都會想到什麼 半條 但是我之前 真的是我親身經歷喔 我有一次在台北 在試各種麵 因為我想要做就是麵的料理 滿滿的 然後試各種麵 我就試到他們家的麵 好吃 客家人 客家麵 客家麵 有沒有聞到這個味道 裡面不小耶 對啊 對啊 還有沒有看到 我常來這邊打球 沒有看過 沒有注意到這邊 平常都晃過去對不對 這個是樓梯麵嗎 這些我們還是請 老闆直接出來跟我們解釋 老闆 你好 你好 熟啊 熟啊 要真的熟了 他姓什麼 有 有老闆 有老闆 我先理性這件事情 好 你是客家人 黑 這是客家麵 酸黑 他打台麵 客家大麵 不是 但是不是板條嗎 不是 對啊 這不是板條 為什麼有麵呢 客家麵就明 一般人家就覺得 板條比較有名 對 但是我們的麵條已經做 已經超過百年那麼好 然後我們的麵條 實際上也是比較有名的 百年 對啊 我現在第四代了 我已經傳四代了 對 我剛剛有看到這些 我剛剛有看到這些 來 它這看起來就很有歷史 這個你好好來介紹一下 有一個問題 而且說 每一家都在做麵 都是用機器做 對不對 很多人就說要手工手工 對 但現在其實手工麵 第一它沒辦法量散 太多 對不對 再來 並不代表機器麵做出來 就一定不好吃 我們攪拌其實 每一個人做麵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對 有些人像我們現在所看到 有一些的麵場 他們就攪拌的方式 可能就像我們所看到 做蛋糕的方式 它就一個棒子 在中間一直轉 一直轉 那是有一種 對 那是有一種 但有一種很多根 對 還有很多 很多根的話 它在打它 怎麼樣 你的比較多根 我的 稍微比它多一根 這個我沒有 太巧 這不是為難攝影師嗎 有嗎 它說的一根不是一根 是一長根 很多根的一根 這個時候 你應該會上來吧 我想 來 我幫你拿攝影機 來 拿好了 有機來 你看 它現在真的有 它真的躲上來有沒有 我們好實勁 小心 這邊很低 小心 來 偷 小心 你看 裡面 你看 它是兩條 兩根 五根 大根的 然後旁邊之後還有小根的 一般是一根再拌 也是兩根再拌 對 所以這個差異性在哪邊 差異性的話 它可以把我們現在在攪拌的時候 更均勻 更均勻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做的麵條是 你看它是掛麵 對 掛麵的話 我們還有配上老麵乾 然後老麵乾再去浸泡 再浸泡一些些的時間 跟它浸泡完 然後再跟新的麵粉去做結合 我真不知道還會有豆腐絲 對 好像豆腐 這是麵乾 對 我不知道老麵可以這樣子 對 可是我們在浸泡過程當中 時間上會有抓 不能說泡太久 泡太久的話 會成為麵 會有麵筋 麵筋出來 所以泡多久 所以我基本上不可能告訴你 真的秘密 也是 許多店家都會有自己的配方 不然怎麼能夠傳四代呢 新的麵粉倒入機器 和上次生產留下的老麵做結合 慢慢加入鹽水跟老麵 這個過程叫做水和作用 混合得不好 後頭再怎麼鹽壓也就不回來 經過多次鹽壓 選好麵條粗細 機器將做好的麵條一一掛好 麵條就會坐電梯上樓囉 你有轟它嗎 有啊,我有轟它 用什麼轟 在這邊啊,用火爐啊 是用泥工哦 對啊 很香 我感受到了啦 來了 在哪邊 火爐在哪邊 這是貼來貼的轉線 火爐在哪邊 沒有,這都必須啦 收到吧 火爐在這邊耶 火爐在這邊 我這邊有開了三爐 然後火爐在這邊 所以我們故意又把那邊的排風扇 然後它的鼓勵又稍微慢一點點 對,這邊有進氣 對,在那邊慢一點 然後在空間裡面 讓它的溝氣跟距離 是要空到什麼程度 這個好嗎 所以基本上我們摸起來的時候 是乾乾的嘛 乾乾的時候我們摸中間 它中間比較會有冰乾 對 乾的時候我們就會... 中間這邊啦 對 然後我們會挑一根出來 可是它在裡面的 不是在外面 一般我們會塗成一根 有表一聲嗎 對 有,其實你們在那邊折 我都聽得到 對 這像很清澈的聲音 對 有嗎 有嗎 它是在那邊折 聽到了沒有 就是這清脆的聲音 就代表烘好了 通常需要10到12個小時 才能夠完全烘透 烘乾到水分剩下14% 因為這樣子麵條 才能在不添加任何食物 添加物的狀況下 依然可以保存半年到一年 烘乾後要馬上進行裁切 取頭恰尾 只留最好的中段賣出 等一下 據說老闆家吃麵有個獨特的口味 差不多了 麵條都脹起來了 可以 麵線這樣一直煮也是滿厲害的 你說怎麼吃 要煮完之後 然後把這個姜湯 倒進來 倒進來就可以了 對 它裡面還有一些龍眼乾 沒看過龍眼乾 是我們兩個在那邊 對 很脆 你怎麼這樣吃哦 很好吃 吃快樂 吃快樂 HAPPY BELTING 你自己這樣看 很好 好吃嗎 你們家的麵線 對 這麼有... HAPPY BELTING 這個麵線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而且它有能拔湯汁耶 很多的麵線 它煮的時候只要浮起來 你去撈都還來不及 就浮掉了 我跟你講麵線也有這種質感的 其實不夠了 我曾經在泰國吃過一個甜麵 但它是鹼水麵 對 然後它用了什麼 用了黑糖 對 然後是冰的 很冰很冰 好吃到掉了一點 我跟你說 冷麵拿起來搓完之後再放進去 你看你們家這個麵條 如果真的不得了 謝謝 這個口感真是難以言喻 細麵搭配薑片加上黑糖砂糖 枸杞熬成的湯頭 淡淡的甜味不會讓覺得膩 將的味道緩緩的在嘴裡散開 我們都知道新竹餅就是酒醬風 因為酒醬風在這邊 所以產生了很多新竹很特殊的一些食材 好 大家不要清楚就是譬如像米粉 但這個東西 對 士兵 它也是一樣 好 妳好 妳好 妳小心 妳小心 妳現在這個是要推出來幹嘛 要曬 妳需要我幫忙嗎 這樣可以 好 所以它大概拿下來放在上面曬 對 所以我們家的壯兵 它都要把它撐上去 這有削皮了對不對 對 他們在裡面的削皮 這是削皮 然後它的工序是怎麼樣 先清洗 不能清洗 清洗就有水泰了對不對 對 削皮 削完皮就是碳烤室 碳炒兩個小時 碳烤室 所以是碳烤過了 對 碳烤室為什麼 水分把它拖乾 讓它一個保護膜 所以現在一個保護膜 對 碳烤室兩個小時 然後再出來曬 然後現在就是妳拿出來曬 對 那曬多久 曬7到9天 都是曬炭烤 蜘蛙 剛剛妳說這個也有燻烤的 對 那這個可以吃嗎 有想吃嗎 對 妳這問的很見外 可以吃 只是會吃澀的 澀的 對 真的 但澀是不是都甜 不是 這是澀式 我們要用澀式去做餅餅 要用什麼 澀式 澀式是什麼 就是像我們專門做餅餅的 一種有三種 牛心餅 這個是牛心餅 這是牛心餅 還有四種 還有品色三種 不同的品種 對 所以經過曬的時候 它會色潤 它的酸菱酸會轉換成葡萄糖 就是甜麗麗 因為經過曬 跟碳烤之後 碳烤 還有碳烤 對 那按摩什麼時候按摩 按摩 那個 今天有按的嗎 都按完了 生意這麼好 按摩 我真的很難想像耶 柿子怎麼按摩 哪一顆我按 你按給我看 這不行 這不行 為什麼 現在還沒到 要三天後才能按 三天後才能按 對 我說柿子這個小日子過得還真不錯 從一開始的去皮後 每天有人抬出來曬太陽 和進烤箱就算了 居然還有按摩這種事 一旁的小姐姐說 做視頻很辛苦 一切都得看天的安排 一個好的視頻 除了需要太陽 還需要有九降風的吹拂 而九降風 其實是新竹人對東北季風的 特別稱呼 每到能力九月 它翻山越靈的來到新竹 轉變為一陣陣乾冷的強風 如果少了它 空氣變得潮濕 市民就容易受潮 所以九降風 可以說是決定 市民成敗的關鍵 我聞到炭烤味 去瞧瞧 不可以跟剛剛那位 小姐姐說的炭烤嗎 不好意思 你現在在做的 這是什麼 就是傳說中的炭烤嗎 對 我們視頻都要先烤過 現在控制它的溫度 所以它隨時都要 這麼大的火嗎 我們有弄一個溫度表 控制那個溫度範圍之內 這個是相思木 對 對不對 所以都是用相思木下去烤 其實我們主要的是 這個龍眼木 為什麼要龍眼木 因為龍眼木它 會有一種特別的香氣 就好像烤鴨的時候 會放一些什麼樣子 對 它跟我們市民 配合起來那個香氣 就特別對味 這是誰發現 這是誰發現 我阿豆的阿豆 好幾階 你這個沙要燒多久 我們從 基本上這個爐子 是24小時 我們都不會啊 24小時 但裡面有那麼多柿子嗎 位置是不多 但是我們每天的量會很多 所以我們是輪流的 就可能一匹 一匹兩個鐘頭 對 那你這不就跟當兵戰衛兵 一樣兩個鐘要允許嗎 對 真的嗎 所以我們半夜都要 所以你覺得是站幾點到幾點 我一整天 一整天 這樣子的生活 要維持多久 半年 我們的視頻殘忌是半年 對 半年耶 每天耶 就跟餵奶一樣耶 因為很多媽媽生小孩 就知道 你們多少要先清洗 然後餵奶還要再清洗 所以又要這樣 很辛苦 真的是時間成就的美味 小小一塊視頻 其實需要這麼多人 花這麼多不眠不休的時間 才能完成 負責掌管探考的小哥 延續家族傳統 用龍眼目和相思目 手工烘烤每一顆視頻 雖然現在有專門乾燥的機器 但是他認為 美味沒有捷徑 就像之前提到的 幫適子按摩 聽說按摩師傅安排好 在等我囉 這個應該就是閃好了 妳現在在幹嘛 我在幫適別的按摩 就是按摩對不對 對 所以妳有編號嗎 不要拿 人家稱我阿姊 阿姊啊 二 為什麼是二姊 排行腦海 對 所以妳是這一間 這個的妹妹還是姐姐 老闆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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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妳按摩按摩了多久了 我從小 我很小就開始幫適別按摩 為什麼要按摩 這樣很重 因為這柿子它色 它很色 對 你除了日曬探考以外 對 你這樣按一下 它會把澀澀的水擠出來 大拇指放在它這個 屁股的地方 對 它按下去 屁股按下去了 對 對 不夠爛 不是不夠 我很爛 你要快點爛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這麼多的就是又不爛 也有 二姊好不好 老闆娘姐姐她說得算 開始可以 就曬乾的過程是七到九天 對不對 對 第三天開始按摩 對不對 差不多四次左右 那七到九天之後會長什麼樣子 七到九天的話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 這個還不能吃 色 我覺得妳講話算浮誇 我沒那麼浮誇 這個時候吃會色 我給她給妳吃吃看 我可以 妳要聽真話嗎 請說 很好吃 沒有可能是色 其實說真的也沒有像妳說 那麼色 可是我們就是比較 可能我們是比較厚注意到 哪一顆 現在整個嘴巴是色的 哪一顆 這個 淋起來 這昨天的 那妳就不色就換 好了 不是 我當然不色 我都不色 我都不色 好 這個比較色對不對 你絕對不會像筋 我還是覺得很好吃 你太誇張 在哪 在哪兒不好吃 我可以等到妳 嘗一下這個 因為 這個 這個就是吃到這個 就是新鮮的飼餅 在一個 在一個 我剛剛就吃了 我剛剛就吃了 我剛剛要吃了 在一顆 這 都來 阿晴 你剛剛要消了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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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散過一兩天的柿子 有甜度 水分飽滿 吃起來就是新鮮水口 哪有什麼色味 剩膠的給我拿過來 白身打狗 這個就色了 有那個感覺是嗎 我為我剛剛 這種無知的請問跟你說對不起 我吃個好熱 你說那個舌頭跟上餓 那個摩擦的色類就算了 我跟你說 連那個牙齦跟嘴唇的地方 也都是色的 而且會一路我覺得 我現在沒有噴下去 我會一路從食道到位都是色的 真的很色這個 這 這也太神奇了吧 才經過短短一天的日曬跟炭烤 柿子的色就轉換成為甜味 然後再靠二姐的巧手按摩 驚為天然的甜蜜蜜士兵 就這樣誕生了 甜度 這個甜度完完全全不一樣 它有個龍眼味 為什麼 它有龍眼蜜嗎 我現在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去看那個 你的燒炭我都知道 太厲害了 你可以吃到裡面的濕潤度 還有看那個光澤都還在 觀眾朋友 我品嘗的牛心飾 食飾和筆飾後發現 最喜歡筆飾做成的視頻 因為它的口感Q中帶有嚼勁 而且明明度很好 如果電視機前的你喜歡甜一點 那麼牛心事態時事會是很棒的選擇 吃完視頻 二姐說她有一個家族私房菜 想讓我嘗嘗 這個也是廚房嗎 是 這幾年 六十 六十年左右 這兩根就是 這個 快了一根 排煙的嗎 對 排煙 這是什麼做的 煮不是嗎 木偶嗎 不是 這怎麼樣 你看另外一邊怎麼樣 鑽我 對 這種算是吹煙鳥鳥 好 現在要開始煮雞湯對不對 是 對 先穿燙 先穿燙 把雞肉穿燙過 這樣比較心虐比較不會的 這個不像瓦斯一樣可以控制火候 對 所以你還是要有一些 就是速度要快 或是裡面要一些水分 你什麼時候開始進這個廚房了 煮菜我們大概七八歲就開始煮喔 真的喔 那時候要墊那個癌的椅子 然後用這個煮 煮飯呢 那你大姐在幹嘛 大姐又煮啊 但是我們會 輪流煮喔 會分派很多朋友 真的喔 對 家庭的零聚力特別啊 是 這個是一隻雞 對 一整隻雞 這個是放山雞嗎 算 算嗎 對 食材有枸杞 是 對不對 我知道很早啦 但是本來客人菜裡面 就有食品是這樣嗎 應該差不多三十年前 我們才研發出來 三十年前 對 差不多 其實也不能講鹽巴吧 因為有那麼多食品 就丟幾顆下去 然後就發現很好喝了嘛 是不是要講 海天這麼說 對不對 你說鹽巴 這樣你找了很多的食材 然後 焦勁腦脂 有沒有 它做得出來 所以我剛剛講說食物有分什麼 有分 對不對 或者叫 那這個比較偏偶然 像錯誤就是像 像臭豆腐有沒有 放到臭掉就發現很好吃 就叫美麗的錯誤 這個叫美麗的偶然 對不對 話說我真的很愛這個趙咖 老得很有味道 而二姐口中的家族私房菜 是把飼餅 跟自家放養的三鸡做結合 加入溫補的藥材 用柴火慢慢煮 讓食材本身的原味 釋放到雞湯裡 這樣軟糊糊的熱湯 對忙碌製餅農家來說 肯定是最舒壓的美味 這飼餅 對 這個看起來 不知道還知道幾個香菇 我有試過用它做菜 但是做我做的是燉飯 對 燉飯一出來我吃了 我嚇了一跳 因為苦澀 對 它就突然又回到以前苦澀的樣子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其實說真的 你剛剛說要煮湯 我其實可以吧 但我想湯一下不要不吃 不要吃柿子湯就很不錯吧 妙喔 對 它其實還是有色味進來 不是沒有 有 有嗎 雞湯當然是好喝 但是多少會有點淡點油脂 但那個澀澀的味道 反而讓這個雞湯 喝起來是清爽的 你懂意思嗎 對不對 你的前世跟人家不一樣 不是 不一樣 它反而是解膩 因為油脂它需要去烤 好比說 你吃牛肉 是不是要喝紅卷 有聽過這個講法 對不對 紅卷你要挑哪 挑色味重一點 才可以把你嘴巴的油脂清掉 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喝起來的時候那個油膩感 反而被這個澀澀也帶掉 對 我覺得很不錯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斯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 快又 개념 快練過 就不再配一速 開啟小鈴鐺 媽媽 你有沒有不想說